如果中国出战 他以什么方式出战 如果我们的习太阳 作为那个担保的话 那会不会出现一个 像以前七十年代末 毛泽东死了以后 突然出现一个 像邓小平一样的人物呢 和美国走在了一起 又来忽悠中国老百姓 有没有这种可能 共产党支持的就是一个金钱 然后就是在所谓通信上 金钱包含了物资 战略物资 然后联合国呀什么的 然后媒体上 网络上通讯上 关键就是钱 战争打的都是钱 永远别忘了战争都是钱 现在全世界支持乌克兰 欧美支持乌克兰 俄罗斯那儿破钱 怎么能够打得过 你打不过 那中共你的钱加一起 你跟美国 你跟欧洲比较差远了 人家加一起是50万亿美元 欧洲和美国加一起50万GDP 世界50%的GDP 欧洲20万美元GDP 美国20万美元GDP 谦虚的说 还有个日本呢 还有个英国呢 人家加一起是70%的GDP 到80GDP 打你个百分之 所谓的20不到的GDP 不早死了吗 那牺牲就有中国人 然后通信上去弄懂他 第二个就是说 能不能会出现 这个谁死了 出现邓小平 这个你完全不用在意 不可能再有任何一个 在袭太阳之后 出现不可控的 中国这个国家 跟俄罗斯一定会被肢解掉 俄罗斯不可能再有 什么俄罗斯大国 一定会被欧洲大陆肢解 中国绝不可能有 今天这几十个什么 七十万个什么 现机村 不可能我告诉你 谁都不会相信 但是我郭文贵就会告诉大家 你会看到 只有我们做到 只有我们说了 一定会被肢解 台湾可能成为最大一个国 大家都往 反正越不往台湾靠 越不往新疆靠 越不往西藏靠 大家选择现实一面 香港国 台湾国 是吧 都往那边靠 北方 可能是好几个地方 乱七八糟 最惨的就是东北 东北只要是乱 东北的地方就乱 中国人得自由 得解放 中国人再也没有 那么多小粉红了 而已发现 没有那么强大的 所谓的共产党 几个家族拥有的国 中国人很幸福 很安全 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 都会得到尊重